冷知识就是非常试的知识 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看见视频之后一般都会点进去看看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项目 制作冷知识视频赚取收益 这类视频比较受欢迎 因此涨粉的速度也比较快 粉丝留存率也比较高 而且这类视频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 非常适合小白新手操作 下面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 首先是素材的获取 素材是冷知识视频的核心 因此刚开始做这类视频时 要把内容的寻找作为重中之重 内容是核心 最终能让用户停下来的是你的内容 找内容之前 你首先要确定具体做哪一领域 是生活的冷知识 还是百科地理领域的冷知识 找内容的方法也比较多 这里给大家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就是直接在网上搜索 在网上也有很多冷知识网站 里面有很多热门的冷知识素材 非常方便 第二个方法就是关注同行 俗话说 同行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可以模仿同行 看看他们用的什么冷知识素材 下载下来之后 再进行二次创作 有了素材之后 就是视频的制作 我一直用的是剪印 剪印有一个文字成片功能 输入文字之后 会给你自动匹配视频和图片素材 自动生成视频 而且还会自动配音 制作好之后 自己简单浏览一遍 稍加修改 一个完整的视频就制作出来了 视频制作好之后 如何变现呢 下面介绍三个方法 第一可以参与中视频计划 这类视频播放量都比较高 相对来说 收益也比较高 第二是星图任务 等你有了粉丝之后 可以接官方任务进行变现 第三就是收图 等你拿到结果之后 自然有人花钱想跟你学 有些人光收图 一个月就可以有几万的收入 这个冷知识塞到门槛低 操作简单 希望大家在做的过程中 不断总结 优化 寻找自己的特点和亮点 吸引更多的用户 想是问题 就是答案 加油 公众号 假装很努力 各类全文攻略展示 不断总结 by bwd6